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说魔术座椅 上次我们看到的还是飞度GK5 而GR系列就没有了 极客X居然想到了 这得点个赞 二排座椅支持424比例放倒 这意味着四个人的状态下 中间也能塞进去滑雪板 后备箱空间是不怎么大 纵身刚好够一个登机箱 而二排座椅放倒以后近乎是全屏的 可惜受限于车身尺寸长度不够 睡觉当床车是别想的 但搬家式落营放大件行李还是能完全应对的 屏幕能横向滑移 中央倒台能竖向滑移 副驾还带女王座椅 先把后排坐垫翻折 再把前排腿拖升起 一键就能无重力躺平 这上班划水可太爽了 车门开关是玫瑰金的 飞机拨杆式车窗开关是玫瑰金的 推杆式挂钩是玫瑰金的 后排挂钩也是玫瑰金的 方向盘按键都是玫瑰金的 论拿捏女孩的眼光一刻这次是用心了 收服媳妇买这台车应该会很容易 两幅式方向盘 仪表盘和方向盘联动怎么调都不挡视线 下方还在Touch Bar的触控区域 常用功能终于不再藏在屏幕里 要问这台车为什么没有门把守 因为选装了电动门 按一下开关 自动开门 踩刹车 自动关门 别看车不打 劳财斯同款的尊贵享受配置也能有 就是用起来嘛 这个电动门确实得喜欢喜欢 POLSTA同款外后视镜 无边框设计 云台 整体调节 好看且实用 哎呀 这个特别想白赖按在自己车上 这套系统直接配上了赛用级的Arcbonus四活塞卡钳 大尺寸的通风打孔盘 为啥用20寸轮圈 问 就是刹车太猛 卡钳太大 小轮圈那肯定是塞不下 车顶是全透明的 后尾门上居然有上下两块玻璃 踩光那是没得说 车机好不好用 8155芯片必须配上 屏幕界面是有点复杂的 好在反应速度不够快 高德地图导航支持账号绑定 手机与车机之间导航联动特别好用 还有我喜欢的网易云音乐 空间怎么样 极客X定位A级小车 车长只有4米45 轴距只有2米75 比AMG A45稍微大了一丢丢 但乘坐空间优化的还不错 前排坐姿真的够低啊 现在座椅调到最低翻盘的上沿可以跟我的鼻子平齐 然后我的头呢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下赛道戴个头盔应该不是问题 后排坐地儿承托性一般 但腿部空间还不错 1米77的身高也不顶头 靠背相对角度垂直了一些 接下来请听试驾报告 开起来怎么样 我们开的是四驱版 前后两个永磁同步电机 315千瓦 543牛米 官方说是三秒级 但是三秒九加速还是三秒五加速不知道 反正现在车里面是做了四个大老爷们儿 然后你一脚垫门 一脚垫门 弹得非常猛啊 回回撞头的那种感觉 那两驱版车型是单电机后驱版呢 具体的功率还不知道 但目前知道的就是电池是66度的三原理 四驱版车型CLTC工况是560公里的续航 那这么看的话 后驱单电机版至少能突破到650甚至700以上的续航了 跟001确实不一样 001开着有点像5系 而这台车开着有点像1系 确实是小钢炮的感觉 转向不算特别灵活 但也能坐到直哪打哪 车长不到4米5城市里面穿来穿去是很方便 悬架感受上是偏向运动 购弯的侧倾抑制的也不错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坐了四个到了爷们的情况下 他过一些起伏路面的时候 车身上下的浮动弹跳还是有点多的 如果把后拳架的回弹阻尼再调硬点也许能好一些 隔音降噪方面四个车门都是无矿车门 并没有配备双层的夹胶玻璃 但是隔音做的还不错 现在时速已经跑到了100 只能听到外后视镜传来一点点风噪 辅助驾驶是一个很标准的L2级 因为这台车并没有配备激光雷达 它是配备了五个毫米波雷达和五个用于A-DAS的摄像头 没有什么主动变道等功能 但是它能把车道保时的居中做得非常好 从0一直到跑高速120你都可以开着这个车道保时 车是稳稳居中的 ACC去主动跟车也比较线性 但是还是期待它能有一个更高阶的辅助驾驶方案 试驾完极客X以后一直有个问题 就是这台车它到底算SUV还是算两箱车 你说它是SUV吧 它有无矿车门三秒级加速 刹车配置都是赛道级 你说它是两箱车吧 它有跨界轮门 宠物模式 露营模式 最小离地间行191毫米 还有四驱系统 但是我又仔细想了想 其实对于极客来说是SUV还是两箱车也不重要 毕竟001作为极客品牌的第一台车定位是纯电列装轿跑 广义理解这就是一台小众市场的车型 而001一年却卖了7万多台 极客向来喜欢开创新的市场 而极客X又是一款开创市场的新车型 A级车的尺寸 三秒级的加速 超越很多豪华品牌的仪式感和设计感 可玩性拉满 接下来就看它的价格是否有诚意了 OK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你们的小郭同学 觉得这台车价格贵还是不贵 请您打在公平上 喜欢这期节目的朋友给个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再见